还记得14年前风靡全国的电视剧《粉红女郎》吗? 如今,结婚狂刘若英已经结婚了 曾经与胡歌恋爱的哈妹薛佳宁虽然没有大火,但也过得幸福 而当年电视剧中最火的万人迷,陈浩也是几乎退出了娱乐圈 陈浩200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出演电影《那山、那人、那狗》进入娱乐圈 他最辉煌的时候也是《粉红女郎》最巅峰的时候 作为成天娱乐的一姐,成天娱乐老板伍克波帮他拿下万人迷这个角色,让他成功走红 然而,之后他相继出演的《天龙八部》和《我爱何东师》却反响平平 人气反而不比万人迷时期 婆婆一直认为,陈浩会像他的名字一样,一直好下去 然而,伍克波居然放弃了对他的投资,转而捧起了范冰冰 传言,为了让范冰冰签约成天娱乐 伍克波不但重金投资他出演的电影《苹果》 还承诺每年给他三部电影主角 对于这般让人心动的待遇,成天一姐成好,怎么会不难受? 后世者曾经采访成好,如何评价范冰冰是否签约成天娱乐 他更是表示不知道,也不想知道 时间一晃过了14年,成好虽然淡出了娱乐圈 不过生活水平一点没降低,十分令人羡慕嫉妒啊 他嫁给了身价百亿的刘海峰 现任丈夫是KKR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 总之一句话,有钱有才华 难怪不少人见了他直呼,万人迷,发胖了 养尊处优,能不胖吗? 如今成好偶尔拍戏,价钱好商量,唯独拒绝拍机型戏 听说是为了不让丈夫吃素,可见夫妻二人的感情真的很和谐啊 如今成好38岁了,生活过得安逸,又令人羡慕 而范冰冰呢?她努力打拼事业,成了娱乐圈的一线旅行 情感上也活住了一只大黑牛 不知道大家是希望成为嫁给豪门的成好,还是希望成为豪门的范冰冰呢? 同意的老铁麻烦点个赞,评论一下也是极好的